用悲壮谱写人类奇迹 靠信念获取最终胜利 长征不朽的封碑永远屹立 画家沈瑶依历时十二年创作 长征三部曲献礼建党百年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封碑 在党的百年华旦之际 国家大剧院举办地球的红飘带 沈瑶依先生的莲花化精品 长征三部曲的展览 我想这具有重大的社会文化意义 也是我们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 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文化体现 原来这个莲花化都是线苗搞的 它呢 它是用黑白木刻的效果 用粗黄的线 有一些黑白关系 用这样一种形式来画的 所以这形式在莲花化里头 当时还是比较很新鲜的 在诸多的长征题材作品中 沈瑶依先生的这部作品是非常独特的 具有经典性的代表作之一 我觉得沈瑶依先生可以说是得意双心 而且他的使命感和他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我觉得完全是他自发的 而且是持续几十年的这样的创作 这个重大题材 我觉得他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艺术家 他的作品是感人的 他的作品中是有对于个人也好 对于一个事件也好 对于一段历史也好 他是有深入的理解的 我们不是在电影上特别欣赏那些长镜头 甚至是一镜到底的这种片子 而地球的红瓢带可以说 就是用绘画的方式 创造了一种长镜头宽萤幕 乃至一镜到底的视觉叙事 所以这一点是我看沈瑶依先生的这个作品 最大的一个感触 它是真正的下了功夫的 长镜的这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神话 这绝对是当时的一个 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开天蔽地的事情 我必须把它做下去的原因 就是那个时期没有图像 一张照片没有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好像 好像我们作为我们视觉艺术的人 我们欠历史的 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欠历史一笔债 这笔债总有人去还去 实际上我的思路就是一个图像史 因为图像史对一个民族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 这个图像史呢它不是那种一般的看图示字的一个图像 而是个性的审美造型的 这样一种它会有各种量的 但是呢最接近历史本质的 它最有价值的 那就等于他们当时站了你的窑洞 那你就得到别的地方去 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做下去 因为要不做的话 我们这代人不做 下一代人接不上的 因为我们那代人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还他们这些 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还健在 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 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党史 新中国建立的历史都是很需要了解的 作为一个人 不了解历史就不知道现在 不了解现在就不可能预测未来 以往在不同的展览中 包括他的个人展览中 只展出了他的一部分作品 而这次能够把他的连环画的三部曲 都尽息展出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了解 沈先生的艺术创作成果 特别是通过这些作品 我们今天重新学习和感受 长征精神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也是在我们党的百年华旦之际 大剧院举办的一个主题 非常鲜明的艺术展览 从大剧院这个角度 能够做这样的展览 而且能够把他三部份作品集中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展览 我非常敬佩这个国家大剧院能够选择这部作品 在建长百年的历史时空中来做一个独特的展示 就展览而言 我认为他能够成为本年度建长百年 无数展览中的一个最为精彩的展览 作为我们党的这个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雄伟的交响曲的话 长征就是他的第一乐章 而且是在一个音乐圣殿里面举行的美展 它相当于一张更能够 辉映出我们这样一个雄伟的气氛吧 我很喜欢在这个大剧院做一个这样的美展 能够走好我们的长征路吧